不留情面 前果角毛剑青发生狠批董路 两个字一针见血 球迷力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亮仔 众手周深在前段时间 国足的一个骂战风波当中 董路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媒体人 当中最被受关注的一个 因为我们也看到 不管是老艺术家 你像冯董他们说什么的话 都可以看得出来 董路总是三番五次跳出来和对方作对 而且他发出的一些言论 也确实引发了外界很多的一些关注 所以让很多球迷 其实也都觉得一方面的 董路确确实是一个非常红的媒体人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的一些言论的话 也很难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和认同 那么就在最近 针对董路在之前的一些所作所为 我们也看到的话 有一个前果角也是确实看不下去了 所以在最近的一次直播当中 他也是不留情面的发声 来批评了董路目前的一些所作所为 我们看到在最近一次急播连线当中 前果角毛剑青也在这一次是发声狠批董路 他用两个字一针见血来形容董路 就是标子 标子可能有些球迷对这两个字 并不是特别了解 那么在东北话当中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指很傻的一个人 一般是指不懂装懂冲大尾巴狼的 这样一个人物 所以从毛剑青这番评价当中 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觉得董路可能是一个不太懂足球的 一个媒体人 而且有的时候不懂装懂的话 在这一次也是充当了一个 搅局者这样的角色 而且毛剑青在此之后 他还这样评论说 其实董路是有团队的 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 存储是娱乐看看就好 而且也表示自己其实根本就看不下去 所以说实话 我觉得毛剑青做一个前果角的话 他这一次能够敢于说出这番话 确实是非常需要有勇气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之前 董路也是三番五次 为国足说话的时候的话 包括很多一些前果角 都是站在董路这边的 所以这一次毛剑青作为前果角 能够去说出这番话的话 其实确实是很难得 也就证明他可能针对这个问题 有不一样的一些看法 所以在看到毛剑青 说出这一番非常勇敢的话之后 那么很多球迷也力挺他 就觉得他这一事 难得和其他的一些果角 说出不一样的一些话语 把问题看得如此清楚 一斤见血的话 确实是相当难得的 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从目前 毛剑青这番话的一个批评来看的话 感觉他可能指出了董路的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说他很多时候说的一些话 确确实实充当娱乐就行了 因为本身董路他自己也是一个媒体 那么平时在直播当中也会开玩笑 也会谈到了给国足很多的一些事情 所以可能他作为一个足球媒体的话 那么去说出这些事情 可能作为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可以 但是你要认真起来 去计较到足球这些专业领域当中 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毕竟我们也知道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那么不管是足球的一些发展 还是未来的一些走向的话 其实董路这边也确实没有办法 给出太好的一些建议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还是得仰仗一个 我们国足那些国脚 包括之后那些安排的情绪 还有足球界边那些规划 我们的国足在这些的一个安排之下 可能未来的发展才会有一些好的变化 至于说像董路这些媒体 他确实可能有的时候会宣泄一些情绪 但是到头来其实这些情绪 就像毛剑青所说的那样 其实纯粹只是娱乐罢了 那些需要他们团队也有他们那些需要 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最终如果说 想要中国足球发展的更好的话 还是应该其实把更多的一些精力 把更多的一些支持 给到我们的球员和足球 可能将来才会有更多的一些希望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 大家能够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我们国足未来的一些比赛当中 支持他们举办的一些联赛 还有更多的一些活动 也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培养出真正的一个人才 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话众取宠的媒体的话 那么我们笑笑就行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